《經濟午餐》 主持 黎家良 何文杰 好 回到最後一節的《經濟午餐》 我們身邊有很多盡男美女 有Christy、Bonnie和阿亨 他們正在自拍 剛剛講起保育海鮮科 南區 剛剛Christy說有一個漁民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聽眾分享一下 沒錯 固然 南區的海洋生態 不過最熟悉南區的海洋生態 不只是我們 而是在香港仔的漁民最熟悉 因為我去年是一間比較大的環團 做實習 可以訪問這些漁民 他們說了一個令我很深刻的故事 漁民通常很早起床出去捉魚 他們去到下午當然會累 所以會睡硬覺 他們睡硬覺 睡在木板上 原來魚是會發出聲音 不同的魚是有不同的聲音 有些魚就會 有些魚就會 有些魚好像牛一樣 是很有趣 可以靠這些聲音去捕魚 以前 有很多魚 在山板上睡覺 會吵醒它的魚 你就是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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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捉了女生 所以這些文化 或者這些故事 我覺得真的很需要傳下去 希望可以在一個新世代 在一個數碼化的時代 都可以帶出這些故事 希望它可以繼續流傳下去 我們常常說保育 有時候剛剛有些古物古跡 新一期的保育計劃 竟然你做普利養生館 這些硬件的保育 都花費很多心思 資源去做 但其實軟件 好像Christie說 非物質 口食的故事 我們常說香港是一個漁港 由漁港怎樣變成 國際金融中心的過程 漁港的歷史 都可以多留傳 是的 沒錯 為何你會這麼有興趣 對於海洋 保育也這麼有熱誠 我爸爸是一個潛水長 所以我從小時候 他會帶我去海峽灣浮潛 因為我小時候 接觸水比較多 自然就會跟海洋 建立了一個關係 對於這個地方有感情 所以我從小鹿開始 其實我已經想立志做海洋新聞學家 也朝著這個方向 到了高中的時候 加入了一個研究隊 就會去海峽灣收集一些數據 即是潛水下去收集一些數據 現在到大學了 現在正在讀生態學 真的正在做 朝著目標 對 正在讀生態學及生物多洋城 認識一下 不只是香港海洋的生態 不過 譬如室地 譬如我們的樹林 那個生物多洋城有多豐富 其實香港的海洋生態 是超級豐富 對比起我們香港綠島的生物多洋城 是整個中國大陸綠島的三分之一 所以我們在一個這麼小的地方 已經找到這麼多生物 即是代表我們這裡的地茅 即地域 帶出來的養份 其實是很適合去做保育的 即是亦有很好的potential 可以將以前 譬如我們剛剛說的漁民 他們以前有很多魚的 不過現在很少魚 可能可以將牠帶回來 沒錯 其實看到 有一個熱情很重要 年輕人 我看到Christy皮膚休克 肯定都不怕曬 現在那個女生戴了太陽眼鏡 再防曬 再加上一把傘 肯定你不是那女 因為你有一個熱情 接觸大自然 其實阿亨也是很有熱情 你只是露了兩首而已 你現在又有表演 那為甚麼 一般說粵劇粵曲 會不會被人覺得老餅 你怎會入了這個行 其實一點都不會老餅 因為現在很多 好像我這些脫的年輕人 是入行的 很多人入行 那為甚麼會入行呢 因為以前有些 學校的教育 或者播種的方式 去做推廣 那我不如說說粵劇 跟元宇宙有甚麼關係 其實元宇宙 會有沉浸式 那如果你真的 有一些很發燒 或者很喜歡看粵劇的朋友 他看粵劇 其實都是沉浸式的 那我講一講 身邊的戲迷是怎樣的 他們是會 鬧鐘是粵劇聲 手機靈聲是他喜歡偶像的唱歌聲 然後他的水杯是他偶像的樣子 那即是說其實粵劇 沒錯是大老官的樣子 那即是說其實粵劇 都可以變回很時尚的東西 那好啦 我們時尚的東西 譬如月曲 我們將它放上元宇宙 由一班年青人唱 而用一把新的聲音 用一個新的姿態 發佈給那些人去看 其實可以把它變回潮流 那麼元宇宙 亦都是一個很新的東西 所以大家是可以有個過程 那這個潮流當中 我們其實普通市民是怎樣去迎合呢 講起元宇宙 覺得玩遊戲機 其實怎樣可以做得到 我們在參與其中 普通市民 普通市民其實首先要 用手機可學怎樣去做元宇宙的居民 因為元宇宙要做居民 都要 你都是一個citizen 當你拿了一張身份證 之後 那你就可以去元宇宙 其實都一樣 買票看我們的粵劇 你還好 不用去氣盤幾十度 34度坐在那裡 嘩好熱啊 大汗打小汗 你可以在元宇宙 有個氣盤很漂亮 告訴你竹子怎樣砌 然後看我們的藝術 一樣可以享受到 Bonnie 在搭建的過程 有沒有什麼動力 令到你覺得 除了玩遊戲之外 其實元宇宙都可以有文化的使命 是的 其實在開始的時候 我們是真的想把香港的情懷帶進去 除了我們說海洋 我們是想海洋世界的方便去做 其實很多想法 因為我們的團隊有些朋友 直接想起魚 山蠔 直接整個海洋去做出來 剛才說Christine那些聲音 是的 我們想著整個海洋這樣 但香港那裡的海洋就比較特別 因為畫房那裡 我們也可以擺出來 所以在我們創造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還有一些年輕人在背後 幫我們想很多新的想法 現在我們不方便透露 因為有很多新的東西 到時我們會分享 我再說一句 我們很熟悉天通之城 可能元宇宙會有天通之船 嘩 嘩 絕招出來 是的 我們在元宇宙的想像 那樣又不是一般要放在海洋 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到時我們拭無以待 BONNY的團隊 什麼時候我們會有些初刑 可以讓公眾看到 其實前兩天我們做了一個記者會 我們應該是八月左右 八月至九月 我們應該會有些東西 會再陸陸續續分享出來 有興趣的幫忙 要快點 一起參與歷史 歷史的時刻 哪個可以看到 剛才我們也訪問了趙真學運趙太太 他也很身體力行 發起說 舉手帶動大家一起去保育海鮮坊 不僅僅說出錢出力 趙太太用很多人物 找到珍貝海鮮坊 當年的造船人的支持 好厲害 支持我們繼續留下文物 怎樣用什麼形式 或者是實物的 都可以回來和我們一起去保留這個回憶 好厲害 你們團隊又繼續用你們的方法 去在元宇宙展現 尤其是元宇宙 就不只是香港人上去 全世界的小朋友都可以上去 大朋友 大小朋友 所以是一個文化交流和推廣的過程 真的需要大家一起在大家的知識面發揮功能 今天很感謝幾位特地來到直播室 和我們一起分享今天的故事 分別是粵劇的新秀郭俊亨 Metal Ocean的海洋保護大使 黎卓耀 和Metal Ocean的市務總監周詠欣 好多謝幾位 我們希望祝你們的項目能夠順利完成 很快看到成果 一起上去 我們到時去吃虛擬海�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